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专业的最大的专门从事改装奔驰的一个品牌 而这台VV7GT Brabus Automotive车型 就是魏和Brabus官方合作的一个产品 不过可能有的观众会有疑问 你看这台车的车头依然是一个魏的车标 没有Brabus非常蜀目的大逼的标准 所以今天我们首先就要来解答这个问题 大可放心 这刮包铁真的就是官方的Brabus出品 其实Brabus集团旗下有很多的子公司 这个Brabus Automotive是其中一个 另外还有同事私人飞机类似设计的 有同事游艇设计的 包括他们在中东在中国的销售公司 与我们通常理解的Brabus相比 Brabus Automotive其实可以说做得更为的极致 因为它可以更多的参与到车辆原厂的研发和升级环节 解释的通俗一点我们平时理解的Brabus改的奔驰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改装车的身份 而这台VVCGT的Brabus版本其实是一台有Brabus加成的原厂车 所以说它挂位的车标并且以位的名义进行销售 好了言归正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在设计上做出了哪些改变 首先它的车头就非常的张扬 展现了足够的一个视觉冲击力 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它下面的这个前翼的设计 这种朝两边分体的设计 我觉得有一点像这一代的Former E电动方程式赛车 然后在这个前翼的下方你可以看到是这样的 碳纤维的裙板也非常的战斗 另外呢中网也采用了新的造型 然后在车灯的下方有这样的折线 整个车头来讲就把这台车一个合法改装车的身份 演绎得非常的明白 来到VVCGT的侧面 这台车的溜背造型其实处理的非常的特殊 可以看到它在整个后排的乘坐空间并没有太大的下探 而是在过了后排乘客车顶的地方做了一个急剧的下坠 这样的苦配设计 车顶线条没有传统的苦配那么流畅 但是能够更好的保证后排乘客的头部空间 然后在侧面这台VVCGT巴伯斯版本带来的一个变化 就是它做了这么一个宽体套件的设计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侧面轮眉的这个套件 其实就是一个加宽的装饰式版是独立于它的后翼子版和前翼子版的 相对于外观上的改变 其实侧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一个非常大的实质上的变化 就是采用了一个更高规格的轮胎 在普通版的VVCGT上是20英寸的轮毂配上235宽度的轮胎 而这台车采用了一个265宽度45扁平比的21英寸的瓦牌 MC6的轮胎 这是一个实打实的改变 这样的升级明显是对它提升操控提升性能有所帮助的 再来看一下车尾的改变 首先你目视过去就能看见这个后备箱上的尾翼变成了一个碳纤维的材质 然后尾灯也采用了这么一个内部熏黑的处理 里面是LED的灯珠 这台车的贯穿式尾灯的处理比较有意思 它的贯穿式条其实是连接了两个尾灯的灯组 并不是完全贯穿的 在车尾的下侧呢 其实有一个设计的非常夸张的后扩散器的装饰 以及两边的排气装饰 当然我已经说了这些个装饰 其实真正的排气是被隐藏在车底位置的 当然其实整台车的外观非常的战斗 但是并没有太多显示它身份的地方 唯一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增加了这么一个Brabus Automotive的车标 代表着这台VV7 GT是由Brabus加成的 来到VV7 GT巴伯斯版的车类 我觉得首先要表扬的一定是这张座椅 可以看到这些张非常运动的座椅 在整个座椅的上半部分其实是一体式的 然后有格纹的压花 以及胃和Brabus的暗花 这个座椅真的包裹性非常的好 其实相比前排座椅来讲 我更想表扬它的后排座椅 这虽然是一台定位非常运动的车 但是后排座椅坐感非常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软 就像一张大沙发一样 里面就是填充的厚厚的海绵的那种感觉 再来说它的中控设计和配色 这台车的中控采用了黑色 红色和银色的这么一个配色 大部分的厂商都喜欢用这种暗红色 来凸显自己车辆的运动感 但是对于自主品牌来讲 这个颜色的饱和度非常难把握 一不小心就会翻车显得非常气配神 但是我觉得VVC GT里面的这个红色 还是非常有高级感的 并且它的整个配色 这个红色并没有占据一个非常大的面积 采用了这么一个叉色的设计 还有这样的金属试条 其实把这台车整个类似的高级感 完全做了出来 还有一些细节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台车其实花了很多的功夫 比如这样空调出风口中间的位置 其实是一个隐藏的V的logo 然后在车门上也能看见 非常规整的红色的缝线 另外因为这是一台Coupé造型的SUV 尾窗的面积有限 所以说后视镜的可视范围是非常受限的 所以说在这台车上 你可以看到有流微体后视镜这样一个配置 既然这台VVC GT有了巴伯斯的超道 可能有些消费者会期待它有动力上的升级 但是可能会让大家有些小失望 这台车在动力层面依然是和普通的VVC GT 保持一致的2.0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227马力 然后是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当然上午我也和来自魏的小伙伴聊了 为什么这台车在动力上面没有进行升级 它给了我几个原因 最核心的原因是这台车 它依然需要保持一个价格的竞争力 来赢得更多的消费者 所以说它和巴伯斯的联合更多的提升 是提升在了它的设计上 第二就是魏认为这台车的日常实用性不能打折扣 因为普通的VVC GT 它可以加92号的油 它可以有一个比较长的保养间隔 不在性能方面对它做出任何的调整的话 这台VVC GT的巴伯斯版 依然可以保持这样的车辆使用节奏 而第三就是大家可以期待的是 巴伯斯和魏会是一个长期的合作 这只是一个开始 当然会有更多来自魏的作品 在巴伯斯的操刀下来进行一些性能方面的升级和改装 会在魏来推出 当然魏也在这台车上提供了一些增加运动乐趣的小设计 首先是它提供了一个弹射起步模式 在关闭ESP的情况下 打开SPORT打 然后有门小车同时踩 就可以进入一个弹射起步状态 其次呢 它还提供了一个运动音效 也就是通过车里的音响来模拟发动机的声音 并且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运动模式 它提供了三种音效 分别是运动模式 增强多缸模式 以及激勤跑车模式 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这个声音其实相对柔和比较真实 与刚才我说的那些展现它运动的细节相比 其实我觉得这台车 日常的调教是一台偏向于舒适性的车 刚才我们说了 它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座椅 然后整体方向的手感 以及悬挂对于一些细碎颠簸的过滤 都是偏向于舒适调教的 所以我认为这台车的一个整体定位呢 应该是在一个中国品牌豪华SUV的基础上 尽量的增添了一些运动性和乐趣 总结一下 这台车其实是一台来自中国的豪华SUV 和来自德国的著名改装品牌 联合出品的一个尝试 它的外观非常的犀利 给人一种原厂改装车的感觉 但同时它开起来又保持了 为这个品牌注重豪华感 注重舒适性的这么一个基调 而且我认为从它的这些升级来看 这台车并不会跟普通的VV7 GT的顶配车型 有太大的价格差距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非常战斗的外观氛围 或者说你买了一台SUV 本来就想进行一些这样外观上包围的改装 我觉得这台VV7 GT的巴伯斯版本 其实很适合你 我是艾老青 这是今天的新车产送 来自V的VV7 GT Brabus Automotive版本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